欧洲游牧民族在四千多年前率先驯服了马 能够更早更熟练地利用马这种战略资源 让欧洲游牧民族在整片欧亚大草原上的扩张取得先发优势 早在战国初期 作为欧西游牧民族的代表 岳志人就已来到了河西走廊 情汉之际 占据了黑河诗阳河流域的岳志人 击败了以党河流域为核心的无孙人 终于完全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 几支公元前174年 匈奴杀岳志亡打败岳志人 岳志人退出河西走廊 匈奴仍以黑河为界 将黑河以东的草场交由修楚王管辖 以西的绿洲则归魂野王 公元前121年 经过两次河西大战 汉王朝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 随后便以燕之山为界 以东的诗阳河流域建制为五巍郡 燕之山以西部分整体建制为九泉郡 十年后 有将九泉东部的黑河流域 连同了济南河干流地区以及居沿海 单独建制为张叶郡 西部的舒勒和刘裕则拆分出了敦煌郡 2000年后的今天 甘肃省在河西走廊的管辖范围 与当年的河西四郡并没有本质区别 行政上则由四郡变成了五个地级室 其中五位张叶九泉三城 依旧延续着当年的行政地位 变化在于张叶和九泉 分拆出了金昌和嘉玉关两个地级室 敦煌则变成了九泉下辖的县级室 那么当年的汉王朝 是基于何种地缘背景设置了河西四郡 现今的行政变化又有哪些地缘依据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进入河西走廊腹地一探究竟 五位 是中原王朝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个板块 从齐连山北路顺流而下的 石阳和水系滋养着这片绿洲 延伸至古修楚泽的石阳水 在沙漠中打造出的绿色长廊 和西侧的雅布莱山一起 将阿拉善高原上的沙漠 分割成了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两部分 更重要的是 这条沿河分布的绿洲带 拉近了河西走廊与漠南草原的距离 这就为沙漠两端的来往提供了近200公里的战略支撑 出于防御匈奴的需要 两汉石器在这条绿洲带上 建制有五位宣威两线 以共同承担石阳和下游的防御工作 现今在西汉这两线故地上建制的行政区 是五位石之下的明秦县 有建于此 石阳和冲击善以北的这条下游绿洲带 被称之为明秦绿洲 除此之外 韩王朝首先设置并开发的五位郡 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进一步保障乌少岭南北的安全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乌少岭东南两个方向 是一片被黄河剥离出来的黄土高原 这片黄土高原紧拧着三块 有牧师里更占有的板块 石阳和绿洲 河黄谷地 西套平原 然而这片黄土高原的地势 整体要略低于东边的龙游高原 石阳在接收东南季风水气方面处于劣势 再加上乌少岭本身并不是一道完美的屏障 无法完全阻挡来自北部藤德里风沙的侵袭 使得它的干旱情况进一步加剧 这些问题导致这片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很低 在不能大规模移民事变的情况下 中原王朝很能稳定控制这片区域 考虑到东边的长安居次不足500公里 韩王朝西部边境的压力可想而知 可以说如果不是2000多年前 沿河西走廊分布的那些绿洲 开始成功融入中原王朝 从基石峡到洪山峡的这段黄河 将很有可能成为后来中国的西部边界 石阳和绿洲的关键在于距离近 再加上有条件大规模屯田驻军 于是便可借两端之力 共同守护吴少岭南北的安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东汉时期 为了进一步增强吴少岭的安全 吴卫军的范围向东扩张至了龙游高原 将近远盘地 祖地河谷以及汉平川等都化入了吴卫军 离开吴卫军 沿其连山北路向西 接下来进入的江市张业军地界 与直面沙漠无遮无澜的诗阳和绿洲相比 走廊中部的黑河流域情况要更好一些 因为在张业的北部 有一条东西沿绵近300公里的山体 其主体为东西长约200公里 与其连山主迈距离约50公里的龙首山 西端为走势稍弱的河离山 这条椰面的山体能够帮助张业绿洲阻挡来自阿拉扇高原的风沙 也正是他俩和齐连山一起 成就了走廊之名 在张业的东边还有一段著名的山体 燕之山 燕之山和吴绍岭一样 都属于齐连山脉的一部分 只不过和齐连山内部那些老老实实乘 西北向东南走势的山体不同 他俩象征东方向偏移了自己的走向 二者突兀的存在 对山体两侧的水流也形成了自然分流 其中乌少林分割的是黄河水系和石阳河水系 而燕之山则是石阳河水系和黑河水系的分水岭 燕之山自然分割了武威和张业两个绿洲板块 石阳河水系最西边的西大河 在燕之山脚下滋养了一块长60余公里的条状绿洲 这是一条从石阳河绿洲进入黑河绿洲的天然通道 为控制这条绿色通道 汉武帝在它的东端设置有离前线 即至清朝演变成现在的永昌县 1981年 甘肃省以原永昌县辖区为基础 建制了地级市 京昌市 之所以没有直接采用永昌之名 是因为这座新兴城市 并没有悬置在永昌所处的通道入口 而是悬置在了南距永昌县城约30公里的京川镇 这里处于龙首山东北端 与被燕之山庇护的永昌县城相比 极无趣味优势 还带殖民更恶劣的环境 这个悬置确实让人有些困惑 然而如果大家能理解白银是为什么能够出现在行政版图之上 且获得了一个低级式的身位 那就同样能够理解京昌的这种建制了 家里有矿是京昌建制及玄制的唯一原因 成就这座新兴城市的主要是镍矿 京昌已因此有着中国孽独之称 我们还是回到燕之山上来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那首胸怒悲歌 是我燕之山 令我妇女无颜色 是我麒怜山 使我流出不凡息 这两句胸怒名歌 因被列入汉月腐蚀而千古流传 燕之山长不过百公里 体量上完全无法与七十磅礴的麒怜山主脉相比 却能够在凶农人口中与麒怜山病例 足见燕之山板块肯定还有其他过人之处 通道的西端尽头是一片由麒怜山主脉和燕之山西端为旧的盆地状绿洲 因其有龙首山和燕之山的双重保护 盆地附地能够较少受到北部缝沙的侵扰 平坦宽阔的地势 以及麒怜山雪水山丹河的不及 让这片盆地状绿洲成为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 以至于在和西走廊各片绿洲被纷纷开垦为农田之时 历代统治者仍然会将此定位为马场 由此也为他带来了一个非常能表明其属性的地理名称大马鹰草原 相比大马鹰草原这个名字 山丹军马场机器所培育出来的山丹马要更为知名 大马鹰草原的重要性 在于它是一片包裹于农业区之中的草原 能够稳定地为中原王朝提供马癖 据史料记载 唐代曾在大马鹰草原蓄马七万 可以想见 无论对于幽默者还是中原王朝来说 这片草原的诱惑力都是巨大的 一直到上个世纪 大马鹰草原都还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军马场 只不过随着军马推出战争舞台 山丹军马场也在本市基础转为民用 草原大部已被开垦成了农田 然而这片盆地的重要性 还远不止于提供了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原这么简单 从地图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这片盆地所对接的这段齐连山主卖 相较于两边山亭的白雪矮矮 这段山体要显得薄弱得多 这就为翻越齐连山外提供了基础 流金盆地的三条河流提供了三条孔道 分别是一托通自坝河的扁渡口 山丹河的白石崖 细大河对应的平枪口 从最后平枪口这个名字上 我们就能看出这三条孔道的存在意义 那便是连通青藏高原的羌人部落 或者说以羌人为代表的高原游牧部落的核心地区 河黄谷地 三条孔道中以扁渡口最为知名 扁渡口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在预期海拔较低 河谷相对宽阔 河中水流也不至于太急 基于这些特点 使得这段长约27公里的峡谷 能够在历史上持续承担着河通河黄与河西的使命 史称大斗拔谷 从扁渡口翻越麒莲山后 便可进入八宝河谷 在东南向可进入大通河冲击处的门院盆地 有了这两块滴滴作为终极点 可以大为降低川型麒莲山区的难度 之后便可沿北川河谷南下直到黄水谷地 现今连通西宁与张叶的国道宁张公路 这一线路 与那些宽敞的河谷通道相比 大斗拔谷的情况其实也并不尽如人意 最宅出尽十余米的宽度 以及两侧海拔四千余米的高山地形 都使得这条川型麒莲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风险 在历史上 为这种风险付出最大代价的 当属那位被黑得最惨的皇帝 随一扬帝了 尽管我们认识这位皇帝 更多的是因为他那些被唐朝所渲染的荒淫之举 但事实上 如果随朝能够成就百年基业的话 这位随朝的第二代郡主 很有可能就会包装成 类似秦皇汉武的明军了 与此相应 如果唐朝二十而终的话 李世民也有足够的黑材料来包装成混军 在随阳帝所做的那些贡献中 大运河是最广为人知的事迹 相比之下 随朝对边缘地区的那些开拓 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对河皇谷帝与河西走廊的收复就是其中之一 在利用政治军事手段 击败当时战局和黄谷帝的土余魂之后 随阳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 亲身巡视和西走廊 以及和黄谷帝的帝王 而正是在这次习巡之中 大斗拔骨给中原王朝的历史记录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随书《杨历记》记载 大业务年六月 经大斗拔骨 山路埃险 玉冠而出 封献惠明 欲从官司相识 士族洞死打扮 马驴死者十八九 后宫非主或狼狈相识 与军事杂素山间 在这次人数规模打十万之举的军事行动中 令人恐惧的极端天气使得随朝大军简员过半 交信躲过的随阳帝最终安全到达了张叶 随大业五年六月 歇叫灭土余魂之功 志得一满的随阳帝 为了进一步拓通丝绸之路 经营西域商贸护士 保证长治久安 通过从随大业三年就开始的精心准备 随阳帝在燕之山召开了博览会 燕琴二世七过时辰 奏九步过月 演出于龙满岩舞蹈 并效防清皇汉舞残产名山 在燕之山登顶奉天闪地 这次博览会规模之大 规格之高 人数之多 堪称史无前例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次 中原王朝帝王西巡治和西走廊的重大活动 时辰万国博览会 收回飘走的思绪 我们继续来看看黑河流域 整个黑河水系有两大源头 分别是西渊北大河 也叫陶莱河 古城湖残水 以及东面座为正元的黑河 黑河也就是弱水 古人称无法在州的河流为弱水 前者在麒连山北路的冲击山 成就了九泉绿洲 后者则滋养了张叶绿洲 整个黑河水系之所以有较大的水量 在于除了能够收集麒连山北坡之水外 还在南边的麒连山区拥有大片的积水区 这当中有以黑河为甚 其在麒连山区的积水区 东西沿绵将近300公里 这也是为什么黑河水系能够在沙漠中穿行达400公里 是旁边石阳河水系的两倍 以至于中端湖居沿泽的位置已经抵达的中盟边界 如果不是北面山体的存在 使得黑河之水在北如张叶之后 被迫向西北方向流淌 黑河与北大河势必会成为两条独立河流 只是最终的河流 并不妨碍这两条河流在麒连山路 分别形成两片相互独立的绿洲 两河河流之后的干流 最后一部分位于现在的内蒙古境内 并命名为俄基纳河 俄基纳就是西夏与黑水 这是我国最后的西夏与地名 北宋时期 整条河西走廊成为了西夏王朝的疆域 巨岩塞也成为了西夏距离蒙古最近的一个要塞 当时叫黑水城 在金阿拉扇蒙俄基纳驻地东南25公里处 有西夏黑水城遗址 让西夏王朝第一次如此真实地出现在世人面前 可惜的是 1907年 俄国人科兹洛夫以科考的名义 先后两次对黑水城进行了破坏性挖掘 导致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和文献流落一国他乡 在两汉的行政区化中 河黎山以细致两河交回处的黑河下游 归于九泉郡所辖 一部族北大河绿洲的部族 而既纳河与居炎泽泽化归拥有大片绿洲的张叶郡 鉴于后者孤悬于沙漠中数百公里 防御起来的难度实在太大 西汉并没有再次进行太多的移民开发工作 整个黑河及北大河绿洲之北 更多是定位为军事区 以军队来进行战术性防御 从维度上看 居炎泽的位置甚至比东桃平渊还要更偏北 如果游牧者从墨北入侵和西走廊 居炎泽将会是第一站 反过来 如果汉帝国想制到墨北 居炎泽同样能成为跳板 当和西走廊全部被能入汉帝国的疆域之后 汉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林又出九泉 以五千部族过去沿塞北级匈奴 因寡不敌中被匈奴所为 且瞻且退的李林领军杀伤上万敌军后 在离居炎塞经百里之处被匈奴所服 既经波折 终被灭满门后投降匈奴 胎士公司马前就是因为此事 为李林辩解而出怒了汉武帝 被处以复兴 接下来 我们把视线拉到北大河 与黑河在流出麒莲山脉后 会受到龙首山和离山的影响而改变流向一样 北大河被出麒莲山后 很快会受到两座山体的影响 分别是东边体量较小 被称为文殊山的丘陵 以及西边名为黑山的独立山体 它俩一起固定了北大河的流向 先向东偏流至九泉石北部 然后在东北向于黑河河流 我们从远处来看看这座突兀的黑山 观察黑山两侧河流的流向我们会发现 在黑山的西侧 麒莲山之水开始向西北方向偏流 并在天山与麦马纵山作用下 组成舒勒河水系向西河流而去 在黑山以东的麒莲山路 河流整体都是在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流淌 造成这一变化的最大地理因素 是青藏高原轮廓 在黑山附近开始出现了重大改变 间而言之 黑山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在它的东侧 固定青藏高原边缘的麒莲山脉 是西北向东南向延伸 而在黑山以西 青藏高原的边缘山脉呈现的 则是东北向西南的走势 深处这么一个转折点上 又有麒莲山之水滋润 很难想象黑山这样一个分水岭 在历史上会被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所忽视 只不过在汉唐这种 中原王朝疆域空前的时期 出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军事要点 自然是会被玉门关 阳关这种边疆民关所掩盖 然而自是六世纪初 明王朝开始战略收缩 位于此处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的 嘉玉关开始斩露头角 作为明长城的西部起点 嘉玉关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 不仅充当着河西走廊的门户 还成为整个中原王朝的西大门 而嘉玉关正是一坨黑山和北大河而建 要了解嘉玉关 我们还得从北大河说起 从齐连山奔流而下后 北大河并没有马上冲击出平原 而是先冲刷出了一条下窃几十米深的大峡谷 峡谷两侧基本都是垂直的悬崖峭壁 其本身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前 待北大河冲出黑山与文书山之间的谷地后 河岸越来越低 峡谷也慢慢地变成了河谷 九泉绿洲才慢慢成形 我们再把视野拉大来看 大峡谷南连维俄的齐连山 夹在黑山与文书山之间 而黑山北面是成片的荒漠隔壁 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很容易想到嘉玉关的旋址 自然是黑山到北大河大峡谷 这段15公里左右的缺口 明朝以嘉玉关关城为中心修筑城墙 向南一直延伸到北大河大峡谷 与天下第一顿相连 再向西北一直延伸到了黑山 并在黑山山脊上修筑城墙 全长750米 倾斜度大约在45度 如同一条长长的天梯倒挂在山殿之上 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手臂 因而得名悬臂长城 用这两道城墙 缝住黑山到大峡谷的缺口后 长城在沿着绿洲带 一直向洞延伸贯穿和西走廊 关城身后便是提供后勤保障的大片绿洲 因此嘉玉关的城防体系 是充分利用地理条件 将高山 峡谷 城墙 荒漠 河流 绿洲结合起来的全方位防御体系 嘉玉关也就成为了河西走廊上绕不开的界点 今天的蓝星铁路 312国道 以及连货高速都从这里经过 在先进的行政版图中 嘉玉关已经于1971年升级为与九泉拼级的帝纪室 与嘉玉关的崛起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敦煌在行政上的末路 如果将两汉的军与当下的帝纪室等同失职 我们会发现河西四军中的吴威 张叶 以及九泉三军 都还在与他们所依托的绿洲一起 延续着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 而依托舒乐和兴起的敦煌当下却只是一个县级室 也就是说总面积已经有不到3000平方公里 原为九泉之下的一个军事堡垒单独设施了 而地处甘肃省最西部 面积超出嘉玉关十倍有余的敦煌室 确实属于九泉地区 这看起来让人觉得很不合理 天下第一雄关的美誉并不足以让嘉玉关突然崛起 真正助理它行政升级的 是国家对于工业化的渴望 上世纪五十年代 深藏于麒麟山中的北大河河谷 经勘探发现了中国西北最早的大型铁矿 净铁山铁矿 依托这一资源 随之成立了九泉钢铁公司 并开始筹备为之提供战略保障 并能置于更高级别行政区控制下的嘉玉关市 因此于同一时期的同城白银 孽渡经昌的出现如初一者 成就嘉玉关的并不是它的地缘位置和绿洲 而是它的钢城属性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舒乐河 这条河系第二大河发源于大通山西北路 详细于麒麟山区中穿行约三百公里后 向北诸入河系走廊 舒乐河从麒麟山峡谷喷波而出后 形成了一个巨大且完美的冲击山 按照一般规律 这个冲击山便是绿洲所在 只是这个冲击山与其他的内陆和冲击山有不同之处 在人类涉足这片土地之前 舒乐河上游由远古冰川融化所形成的巨大水量 就已从其连山区重刷出大量的岩石碎屑 沉寂于山路之前 而质量较轻的泥土 则继续前行 最终沉寂形成沙漠绿洲 这就导致舒乐河的冲击山就像一把特别的舞蹈山 其内部分为扇体和扇源两部分 这两部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地理特性 其中扇体表现为一望无际历史遍地的平缓戈壁 扇源则为图至平原呈现出一派绿洲景象 许多地表金流在扇体的历史中穿兴而过 然后在山源冲击出平原绿洲后 会如北侧的舒乐河下游河道 也正是因为舒乐河出齐连山后 一直前行在地表历史之下 然后在绿洲地面上突然出现形成河道 所以古人称之为名水 形成的湖泊则为名泽 舒乐河冲击山能够引发人类关注的 显然不会是山体上那些历史 而是山源部分的冲击平原 为空之开发这片绿洲 汉帝国主要在其西南和东南端 分别建置有明安 玉门两县 其中明安位于金瓜州县索阳城镇 玉门县则位于静玉门市西北 现在看到的这个玉门市所处的位置是玉门新城 玉门老城在东南方向70公里处 留经此处的舒乐河直流名为石油河 石油河原名雅尔河 在十九十季末 当时生活在此的人 发现河畔有黑色石质冒出 可以采集来做燃料 虽将此河称为石油河 借助这一宝贵资源 其连山路的石油河谷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 成就了中国第一个产油基地 玉门油田 玉门县已因此而升级为 彰显工业属性的玉门市 在这里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石油人 出生于此的油田铁人王晋喜 就是其中的代表 不过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 石油人的离开 这个曾经甘肃省最发达的城市 已编成了一座漆城 在树勒河冲击山的东北端 有一道总长约140公里的山梁 一直向西延伸 备于林河分为两端 西端名为三威山 东端称为洁山 冲击山内的各条河流 在洁山之北汇流后 开始沿着天山与迈 马宗山南路西行 这使得洁山的东端 成为了树勒河 城县状延伸的下游河道 与山状结构的 中游水系之间的一个分割点 这里一山靠水 百川归流 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官城宣制 说到这里 应该有些朋友会想到玉门关 不过这里的玉门关是唐玉门关 枪笛何须院杨柳 春风不渡玉门关 市中的汉玉门关 距此还要往西约200公里 从西汉到北魏 汉玉门关一直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出发点 之后随着唐瓜州 金星星辖 直通一州的义务道兴起 敦煌以西的汉玉门关 便不再是唯一选择 即至唐朝 玉门关便定位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 在这百川归流之处 新建了双塔堡水库 而唐玉门关残记便位于水库之下 唐玉门关往西便是由玉陵河 舒乐河 以及解山为旧而成的三角绿洲带 基于此地北连舒乐河 南接玉陵河的位置 在此设置据点 可以同时控制两条河流 向西连通西域的通道 依照这一思路 汉军严舒乐河案建筑了长城 并在他的南面设立一河都尉一指 负责在这片三角地带的屯田工作 继续严舒乐河往西 接下来就是和西走廊最后一个板块 敦煌 敦煌城位于三维山的西北路 滋养了敦煌城的河流 是舒乐河第一大支流 党河 党河上游同样位于齐连山区 在同样经历过一片介于 齐连山与三维山间的隔壁地带后 西北向流淌的党河 开始呈C字形绕过三维山西端 然后在三维山之北沿绵处一片绿洲 这便是造就了敦煌城的敦煌绿洲 在穿透敦煌绿洲之后 党河之水在敦煌城北约30公里处会入舒乐河 完成了二者的连接 接受了党河之水的舒乐河继续详细延伸 要是一直这样延伸下去的话 舒乐河的最终归宿将是位于塔里木盆地东端 由塔里木河之水蓄积而成的中端湖 罗布泊 罗布泊古称严则 不过舒乐河虽然有可能在某个水量充足的时段连通过罗布泊 但二者间并没有建立稳定的联系 就两汉的情况来说 舒乐河水曾在汉玉门关一带蓄积城中端湖 玉门关可以被认定为是舒乐河流域的西部终点 出玉门关则象征的正是进入西域之地 到这里 汉王朝控制和西走廊的列四郡居两关 这里面的四郡前面已分别介绍完 两关中的玉门关也出现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全军更经意杯酒 戏出阳关无故人中的阳关在哪里 汉朝在西域开通的丝绸之路 是分别沿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延伸的 玉门关对接的是四路北线 那么阳关要控制的 自然就是向塔里木盆地南原延伸的南线了 党和在三威山所绕C字弯的西侧 当年曾经续集出过一个遇荡和相连的湖泊 沃娃水 唐氏名为寿长海 阳关即位于沃娃水之北 为了支撑它的存在 汉朝还再次建制了名为龙乐的线 唐氏名为寿长县 阳关与玉门关直线距离为50公里 一南一北 二守着通过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端的通道 敦煌城则透过党和这条连接线来掌握这两条通道 往来与两条商路上的商旅 可以经由敦煌城任意在两条线路间切换 以此来说 汉朝在三威山北的党和之侧建立敦煌县 并以之为众星建制敦煌郡郡 宠当的是和西走廊乃至中原王朝进入西域的跳板 至于说为什么曾经与五威张业九泉同级的敦煌 一末落成为了一个线 其原因在于敦煌绿洲当下的经济潜力不够 时下不到20万的人口 不足以让他承担更高的职责 当然 假如敦煌能够像晋昌家喻关玉门那样有框产资源加成 那么就会是另一幅景象了 介绍完通往西域的战略通道和西走廊 下一期我们将正式进入西域大板块 一会儿 一会儿 明天就会在言证中 这一会儿